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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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錢 不錯啊 這個錢呢 它能換來很多東西 最早 這個貨幣 它就是一個交換物質 人之所需的一個 公頸樞紐 但是 它不是能換來所有的東西 更不是 能換來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去看這些有錢人講的話 只要錢能辦的都好說都是小事 是不是 不是如此 他們有錢 就當小事嗎 真的是錢 不是萬能的呀 他們辦不了 所以這些東西很多是無價的 那麼有人馬上就接上了 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你在一個 除非在山裏面 很多地方 你都需要錢 作為一個 流通的工具 但是首先 它是個工具 你要記清楚 這個概念 要深入不遂 那麼工具 是拿來用的 你用這些錢 做什麼 先賺到再說呀 管它呢 我們不講你命裡有沒有 那即使你真的賺到了 你不一定會滑 你不一定快樂 不要本末道之道國為因 現在社會 確實 這個錢越來越不值錢了 所以我更要賺更多的錢 普通人都會這麼想 也可能都要先經歷這個階段 但是真正輕鬆的人呢 他是截然一身的 你努力去賺錢 他不如前來找你 這個道理 一說出來 很多人 現在慢慢也都知道了 然後 賺了錢 想要過什麼生活 目的是什麼 這個就很重要 這是根本的 那 故事我們都聽過 有了錢 我要享受大自然的沐浴 去釣魚 自由自在 沒人管我 其實山裡面的人 都是這樣過的 不用說山裡面農村 很多也都如此 很多也都如此 這故事我們大多都聽過 但是 不以為了 好像感覺自己 很不得已 那少有老小小 還確實 但是有些錢 真的 不是 需要花的 你說再多 攒不住 亂花 有病亂投醫 等等 什麼三座大山 我們都說 我們都說 在這兒後面會再次強調 因為不反覆說 你真的覺得好像 聽不進去 沒那麼難 什麼三座大山 都有辦法 化解 還有就是 我們會提到 這個財富的概念 乃至於 什麼人 適合賺什麼錢 又不能賺什麼錢 有些錢是不能要的 有些人 一看 你將來是個什麼樣的人 你賺多少能給自己花 你賺多少能給自己花 其實這些 都是演變出來的 各種萬象 它不是根本 但是現在人喜歡聽這些 那我們就講 還有就是工作 中國 傳統美德 清老節儉 我們前兩位人 是不是大都是如此 那麼現在人開始反思了 覺得他們 賺得太少 不夠享受生活 就在我們這一輩 下一輩 自以的揮霍 是 觀念不對 就開始 平作論足 開始跟上位 忤逆 現在人 不想工作 之前要錢 很多了 尤其年輕的 腦筋 仿佛很靈光 但是有些不現實 不過呢 慢慢 開始找到 要這些錢幹什麼 幹什麼 我們有這個苗頭 就想 說這些才有用 你才能聽進去 不然 你說的 再對 再 先見之明 我們沒有那種 那麼大的力挽狂瀾的能力 不是那種人物 所以說 既然 多多少少 有一點那個先知 我們感受到了 我們心裡 跳開了 那麼就把它深化 把它放開 真正通了 你就知道了 具體的 還是 老規律 一節一節 更該闡事